三位好,NOW TV 首先想問放寬措施 我見今天都沒有提到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 其實那個路線圖是否還好像之前沒有變的 還是擔心反彈的風險令到第二、第三階段不可以逐個月放寬呢 以及政府有沒有設定一個硬指標 可能增加多少個案 一些放寬措施就要殺停或者要再收緊呢 另外想問戲院現在可能都要分 你打齊三針才讓你在裏面吃東西 有沒有想過執行複雜性的問題呢 一些證明其實有沒有特別要怎樣做呢 第一個問題,剛才我都說了 沒錯,在3月21日的路線圖 我們是希望可以分三個階段三個月有序地 去放寬絕大部份的社交距離措施 但是不包括取消大口罩 我相信大口罩將要遲屬一段的時間 今天公佈主要是第一階段 但是如果今天有些廚所不屬於第一階段的重開 那就是它要等第二階段 甚至第三階段 那這個正正就是 剛才幾位記者朋友都擔心 在復活節假期之後 特別放寬了措施,學校又復活 會不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反彈 所以就是要再觀察這個情況 我們就會適時跟大家公佈 現在可以進入第二階段 有一些的廚所可以開 我們其實是很想給很多的確定性的業界 但是因為接下來這幾天假期 我們是有一定的擔心 會不會好像農曆新年假期 太多這些聚會 而是產生了一個不良的效果 但是不可能做一個很硬的指標 但是當然你說回到五萬個個案一天 那我想全城都會招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還要放呢? 不過這個不是一個指標 我不想明天看到報紙的報道 就說這個五萬是一個數字 我只是告訴大家是沒有硬指標 要看趨勢 我們等了這幾個月 都是正在看疫情的趨勢 香港的第五波疫情 在3月3日達風的 3月3日距離現在已經是過多月了 所以一定是看著趨勢 看著我們其他監測的指標 會不會有一個突變 令到我們認為在香港的情況 又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但是由於我剛才說 我們在第五波裏面 將各方面的能力都大幅提升 我們不應該用回第五波之前那種的看法 應該也是多考慮 既然有了能力的提升 就可以相對 來有能力去處理一個高一點的數字 就盡量不要令到我們放寬的政策 再是在一段很短的時間 需要大幅度的收緊 這個就是牽涉到整體香港經濟和社會的需要 講開經濟和社會的需要 我想提外話說一件事 前兩天在這裡問我 關於我怎樣看香港的航空樞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最近公佈了 2021年香港的空運是全球第一 證明香港的堅韌性是很強 而在每一個階段 政府如果能夠推出一些適合的政策 我們能夠令到香港的經濟發展 還有一個好的前景 2021年我們重新奪回全球第一 這個空運的地位 當年應該是500萬公噸的貨物 是經香港來處理的 所以大家應該對香港有信心 我們適時調整這些政策 兼顧到社會發展、經濟發展 市民接受程度的需要 就能夠找到一條好的出路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戲院 其實是給多一個選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是跟戲院業談過 他們是很想爭取 在戲院裡面 因為現在的戲院是分很多房屋 他們很希望有些飲食 所以這個是額外加給他們的一個選擇 他完全不做沒問題 整個戲院幾個房屋都不可以吃東西 但如果他有這個能力 而且也願意去執行 因為這個是需要主動去執行的 那麼他就可以在其中一個院裡面 就說進去看的觀眾 是需要出事 他是打了針 打足三針 那麼他就可以有這個額外的對待 但是不是一個令到他的營運更加困難 所以是一個選擇給他去做 執行上 據我所知 他們是願意去執行 但如果他覺得有執行困難 他就可以不選擇用這件事 戲院就照開 不過就是不能進戲院吃東西而已 TVB 首先想針對著剛剛講到放寬那裏 想問一下 戲院那裏就說要打三針才可以吃東西 但是那個康復碼 局長之前在立法會說過下個月才出 其實康復者有機會在這個月底 是不是都未必能夠 可以這麼暢通地去到戲院或者一些地方 為什麼不配合了疫苗通行證 下個月一起三針的時候 才去推行這件事 告訴他們吃東西 或者這一刻可以先兩針呢 另外也是食肆那裏 為什麼再一次地就是酒吧 又是不再開呢 因為過往其實這麼多次 關閉任何處所 每一次業界都會走出來說 為什麼我們同樣地酒吧又不能開呢 他們只不過是有些餐廳有酒牌都可以 還有想問一下 如果這幾天長假期之後 真的有一個反彈的話 是不是有機會20日、19日 都真的會再一次告訴大家 這些場所不再開呢 另外想問一下全民強檢 因為現在已經復貨 所有地方都騰空了 捉高灣一些檢疫措施都比較少人用 其實現在的數字 未來一兩個星期可能真的跌到三位數 有沒有機會這一刻是一個好時機 應該去做一個全民強檢 而不要再錯過這個時機 因為有些專家都說過 如果再不做 就未必能夠把數字壓到下去 有機會疫情是橫向式去做 然後變成第六波 其實這些決定是否現在這一刻 真的要去做 而不是留給下一屆政府呢 或者是會不會如果真的 一旦不做強檢的時候 真是維持橫行 去到第六波的時候 現在政府是否要負責呢 謝謝 全民強檢是我們沒有放棄的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好像早前都在立法會 都代表政府表達這個立場 但是都是要講時機和講能力 所以這件工作呢 我一直都是委託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來去處理和計劃 所以到適當的時候 會跟大家公佈 請陳局長回答 頭兩三條題目 好的 多謝行政長官 第一就是關於電影院那裏 其實現在的做法 就是一些如果是已經是康復者 其實它是可以有它的 指本的一些證明 其實都可以處理到的 當然詳細的情況 就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他們稍後都會有一些詳情公佈 第二在酒吧來說 其實我們今次都多次說 我們的放寬是第一有罪 第二是有條件 第三是有監察和預案 而我們大家為何要分幾個階段呢 都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我們正如剛才行政長官都說了 我們現在的放寬 其實我們的數字 都不是說完全是很低的 那個數字現在都是有超過一千 所以我們都必須要小心 所以如果全部是所有的 是一起放寬的話 無論在人流或者在風險管控那裡 都不是一個最好的做法 所以我們都是有罪有條件和分階段去處理 當然都會看回風險的 至於在長假期那裡 會不會有機會反彈呢 其實我想我們都多次呼籲大家 其實現在第一個數字都是高 第二就是社區仍然都會有傳播鏈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是能夠不要放鬆 以及自律 所以這個都是需要抗疫 是需要大家合作去做到 那個是沒有這個反彈 或者是將這個反彈的風險是減少 這個都是要大家一起去做 當然明白大家都是會有一些抗疫疲勞的 所以我想我們都多次說 就是都是如果能夠剋制一些 我們如果是去街的話 減少的時間 減少的次數 這些都是會一方面 可能都是會舒緩一些的疲勞 但另一方面 又都是大家留意不要鬆懈的做法 當然